嘉義民雄鄉全鄉大清消 大街小巷喷咬消毒 因為確診校長 18號裁檢完又偷跑去村林掌千人春酒 害全鄉大普篩 沒曉得同場的立委陳明文也出包 議員臉書爆料 陳明文違反規定跑突 台上脫口罩致辭 全場口罩戴緊緊 唯獨陳明文不守規定 誇張的是他18號也去民雄吃 親人春酒 同場還有縣長翁張良 以及確診校長 隔天被匡列裁檢 照理應該自我監測 10天直到28號 但20號陳明文就不顧防疫 到新港跑突 台上大膽脫口罩 我覺得是不太脫大 這個擴散下去的分布 其實是很廣的 這是一個不好的示範 PCR陰性 但一樣有陰轉陽風險 陳明文超有自信 跑突還脫罩致辭 網友酸爆 綠色是被原諒的顏色 人民罰到死政客道歉就沒事 300萬別忘記 留在現場就好 記得要帶走 相片被社會這個做了文章 造成很大的一個溫柔 陳明文出面致見 卻砍脫被做文章 連中央也放錯重點 看他脫口罩的時機 是不是符合我們的要求 監測起見 趴趴趴走明顯違反防疫規定 居然說要看脫口罩的時機 對不對 不過衛生局已經出手 開發陳明文一萬五 嘉義疫情還沒殺完 綠營民帶帶頭 違反防疫規定 無疑打了中央一巴掌 記者侯國恩嘉義報導 好